由三重玄盛店主持的圣诞北安爱心艺检活动 今天一大早一群专业的理发师来到艺检活动的第一站万里区看叫国校 统一穿着整齐的黄背心 这群理发师来自桃园的中华大同行善会 为了要照顾偏乡及部落的学童全台走透透 就是要透过专业的双手与技巧在佳节的前夕 为孩子整理头发造型 让学童荣光焕发的度过圣诞节 那我们长期配合的刚刚看到了大家穿着制服 这大同行善会 这是我们配合的益检师傅 他们都是在这理发界里面常年的经验 退休下来之后 他们把这个爱心付诸在社会工作公益上面 那我们找到他们之后 我们这益检师傅有许许多超过一百位 那我们常年就在灾区三区 我们就常年在做益检 其实我们中华大同行善会 是由离法业没法业组织而成的 然后我们平常时都有在桃园市 桃园县内的教养机构预检 然后我们就一年两次来到新北市金山万里三支预检 其他的时间我们有时候 我们中华大同行善会都会到新竹武峰 尖石还有苗栗县的泰安乡等等 台湾省有36个原住民部落 我们已经跑了多少你知道吗 已经有32个乡镇 三重学生殿许下要在三支区盖大庙的心愿 对于北韩地区的弱势民众与学童 照顾更是不遗余力 而除了每年两次的发放物资 寻找资源深入偏乡小学 为学童益检的服务至今已经卖入了第三年 未来也会持续的发掘民众的需求 要来照顾北海岸的弱势居民 先感谢我们三重学生殿 结合我们大同行善会 来我们学校做服务 那这个活动啊 已经到今儿为止已经迈入第三年了 那真的是很感谢 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为我们偏乡的小朋友 做这样子的服务 校长在今年开学之初 就一直提醒我们小朋友 八个字 四句话 请他们一定要牢记 就是感恩 要习符 要反省 要规划 其中的感恩习符 如果用到我们今天的活动 刚好可以做一个对应 那看起来小朋友 来自很多地方 来自很多人帮忙 很多 那这边啊真的都很感谢 所以我都希望我的小朋友啊 要抱持着感恩的心态 那以后我们有能力 我们再来回馈给大家 对此 看教国小校长表示 很感谢在最末年初之际 学童能够拥有这么珍贵的服务资源 而校长也勉励孩子 在求学时期受贿与社会资源 要更秉持一颗谦虚习符的心 有朝一日成长有能力了 千万不要忘记要回馈社会 让祥和的善循环持续流动 永不止境 记者廖平函万里 采访报道 合作这位 演唱 地方 带 你 你 Essa 阿 太 感谢观看